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工会主任宋楚瑜准备推荐函 经过一年三个月 1987年取得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行政硕士学位 周玉寇1990年9月16日起 担任联合报采访主任 直到1992年3月9日 因涉入男友梁建调争取交通部电信总局采购案被调职 他转任国际新闻中心巡回特派员 直到1993年5月21日辞职 1990年代 周玉寇在《大城影剧报》里连载周玉寇挖去TV专栏 1994年 他进入电视界 成立2000年工作室 并制作多出电视节目 他在纪录片《世纪行过》 张学良中和郭冠英一同访问张学良 周玉寇1996年加入刚开播的飞碟电台 主持平日早上7点到9点的飞碟早餐 2004年2月23日 他在节目上批评正媒双七的现象 点名谢志伟、李鸿喜、武党籍立委陈文倩 并呼吁陈文倩若为泛兰人士 应退出主持工作 董事长赵少康 陈文倩皆表达对周玉寇观点的不认同 隔日他淡化其言论 并表明欲和赵少康当面沟通 但后来又主动取消会面 他召开记者会宣布请辞非碟早餐 和NOS98的周玉寇七点档 形容自己被迫退出节目主持 称和赵少康互动不良 理念不合 并指控电台遭正媒二期人士操弄 赵少康强烈地驳斥 周玉寇和新电台洽谈 隔天签下一年合约 离开非碟电台后 他立即跳槽到东森广播网 在同时段主持东森早餐 并在新节目第一集 指明陈文倩及他指涉的正媒两期人士 周玉寇赴桃园机场搭机 准备前往英国度假 却在上机前与脸书爆料 现在我单身 相互尊重 理解 间接表明已离婚 据媒体报道 周玉寇前往台护正事务办办完手续 搭乘8点10分的班机前往英国 据了解 周玉寇于2001年7月4日 与美籍华裔商人李贤仁 在美国波士顿结婚 当时称自己的这一段星巴克恋情 终于能修成正果 在第16年的时候 感情世界突然画上句点 MeToo反性骚运动吹到台湾政坛 周玉寇在节目中自曝遭现任格园9后 对他动手动脚两次以上 不过消息一出 引起不少网友嘲弄真为难这位格园了 是谁 是谁 胃口这么好 这也让前台大研协会会长周芷轩看不下去 在脸书PO文怒标 你们要不要这么恶心 周芷轩直言 自己也超级讨厌周玉寇 从周玉寇主持节目 塑形等各方面 都超级讨厌 但是骚扰就是骚扰 什么叫做难为这位格园 骚扰就是骚扰 骚扰人的人哪里难为 一个女人被不尊重的对待 还需要她外貌或是各方面条件够资格 才可以感觉被骚扰 你们要不要这么恶心 周芷轩直言 这种受害者资格审视就是很多人不敢说出自己被骚扰的原因 因为要不是别人说你想太多 想先任跳人家 要不就是检查你有没有资格被骚扰 表示网友在检查别人有没有资格被骚扰前 先检查自己有没有资格当人 资深媒体人周玉寇接获简讯被通知阳性 她立即向自己主持的宝岛联播网新闻放鞭炮与民事的蜡新闻告假 民事指出摄影棚 化妆室早上已完成环境消毒 还会再安排专业清销 蜡新闻将由民事主播和文瑶代班 工作人员由分流人力补位 维持正常播出 不过她身体状况如常 并无任何不适 接续等待卫生局通知 民事表示 蜡新闻维持正常播出 民事所有政论节目 也会请主持人以及来宾一律戴口罩录像 赖月谦老师公开与未婚妻美女主播周玉琴的恋情后 很多网友误看作是一字之差的周玉寇 大家都吓到了 以为赖教授和周玉寇官宣恋情了 有网友在节目直播中问赖老师 说新郎笑得那么开心 新娘是不是周玉寇 赖教授也被吓到了 赶紧说 一个字差很多 赖月谦的意思是 一字之差 相差十万八千里 这个差别不仅仅是外貌上的差异 还有价值观 政治立场 周玉寇现在简直就是 正论媒体圈的奇葩独流 周玉寇最为奇葩的 作为是小三叉足 三角链的朵衣柜事件 周玉寇被情夫称为 杀皮狗 周玉寇是在任职于天下杂志和联合报期间成名 九十年代进入电视和广播界 主持政论节目 因为他借助媒体人身份接触很多台湾的政坛人物 也因此与很多人发生了绯闻恋情 1995年 周玉寇和已婚的官员黄逸交发生婚外情 但黄逸交同时又和名媛何丽玲交往 脚踩两只船 周玉寇和丽玲发现黄逸交劈腿后 两个女人竟然没有争风吃醋 而是联手对付黄逸交 两个女人设了一个局 何丽玲邀请黄到家里约会 而周玉寇提前躲进了何丽玲的衣柜里 偷听两人对话 何丽玲故意大声问黄逸交 你和周玉寇到底是什么关系 周玉寇听见她以不懈的口吻回答道 那个沙皮狗啊 当时愤怒的周玉寇哪里受得了 立即冲出衣柜 指着黄逸交破口大骂 后来她还在她的节目上公开此事 并在主持的广播节目上 指控黄以政治前途 要求她拿掉自己的孩子 试图以此打击黄逸交 让黄逸交落选 1999年导演赖生川以此事为灵感 创作出舞台剧十三角关系 2001年 周玉寇与美籍华裔商人李贤仁 在美结婚 2017年离婚 周玉寇最成功的应该是成为了民事台的政论一姐 她笼络了很多露营政治人物的资源 其中借助彭文正彭P被打击的时候 成功上位占据了民事政论第一主持人的位置 成功挤掉了彭P 有次 易田姓男子因不满周玉寇在节目上提到自己是中共同路人 冲到办公室想找周玉寇理论 由于受到阻挠 他愤而打人 之后被警方压制逮捕 没想到才过两天 又有人报警说在办公室门口放危险品包裹 周玉寇气炸表示 太过分了吧 放言办公室被施暴者闯入 一名主管挨打受伤 还在治疗中 其他年轻同仁惊恐莫名 尚未平复 未料有人在他主持新闻放鞭炮节目时 在电台宝岛联播网办公室门口放置一包裹 然后报警说有危险品 警方已在处理中 周玉寇指出 放言同仁说 办公室电话持续被语言暴力者骚扰 本人誓言维护新闻自由 绝不被恶势力 威胁退缩 但工作场所与工作同仁 人身安全保障 除了提高警觉外 还请政府警政单位发挥公权力 并呼吁不理性人士自我节制 周玉寇不满抨击此起言论 扯上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世中 因此怒杠上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 他紧咬前立为蒋笑颜的精华饭店开放案 甚至扬言公布绯闻女主角 周玉寇又透露女主角三大关键字 许多网友也立即推敲出答案 惊呼绝对是核弹级的新闻 难怪不能让女主角曝光 周玉寇在节目《蜡新闻》152中指出 当年王小禅、李继珠被诬指为世界女主角 然而从当时订房的当事人证实 真正女主角另有其人 之后他也在脸书透露二大线索 第一为前副总统连战妻子连芳宇 第二则为蒋笑颜妻子黄美伦婚前的职业 周玉寇又在脸书公布女主角的三大关键字 分别为空服员、中国小姐 曾嫁入豪门、目前单身 表示消息来源由京华饭店 以离职VIP定房部经理提供 网友也据线索猜测到真正的女主角 纷纷回应连家无缘的姻亲 在80年代大家都知道 就只有她是唯一代表 空服员加1988之后那几届选美小姐 不难猜 女主角还曾在电视上主持过料理节目 而针对其他人质疑 女主角吴豪门高官的父母当靠山 为何惹不起 有网友猜测 当时两人都是婚内出轨 且女方也是名人 形象绝佳 一旦曝光 绝对是核弹级新闻 热度肯定压不下来 难怪不能曝光 如果真是那位 这可能不仅是名人绯闻 还有政治内斗 对于周玉寇连环爆料 蒋万安受访时则愤怒直批 我的参选 让我家人受到攻击 我不会像遏制手段妥协 并要周玉寇有本事冲着我本人来 不要拉其他人 认为台北市民水平高 绝对不会认同这种抹黑遏制的社会风气 这里是娱乐白小生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 喜欢视频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的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